阿罕布拉联合学区蒙特利公园市府华部服务中心合作在19日在马凯伯高中为阿罕布拉联合学区内的约500名12岁以上的学生及其家长注射辉瑞疫苗 这次疫苗接种工作主要由蒙市消防局和洛杉矶加州州立大学的护士学生负责 学生和家长可在车上或下车由护士或消防员接种疫苗 杰西卡带同自己的三位未成年的弟弟和唐表兄弟姐妹前往注射疫苗 他表示 因为看到校方提供的海报所以前来注射疫苗 我们对于能接种疫苗感到兴奋 也希望之后能和朋友外出玩 参加打针 也能为加州的疫情带来希望 母亲卡拉带同女儿前往注射疫苗 表示在注射疫苗后孩子可以回校上课 他也可以去上班 父亲汤玛士和女儿伊夫林一起去打疫苗 父亲表示 希望疫苗可以保障他们的安全 女儿举出大拇指 表达对疫苗接种感觉良好 华部服务中心主要负责分发疫苗 华部服务中心首席运营官Jack Chan表示 因为新冠疫苗的注射程序比较复杂 为了确保疫苗注射正确 该中心提供几名护士协助把针剂抽进针筒内 我们做了500课 如果我们需要更多,中央的众众众可以提供更多 但我们今天有500人,这些人都会订阅 我看到这些众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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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 所以,您的 role是在这个活动? 今天,虽然是CSC的 role是很少的, 我们今天只需要提供疫苗 但我们也想帮助曼尼泊区的火力部 和阿姆布尼泊区的区域 所以我们提供了几个医生 现在在建筑中写疫苗 蒙特利公园市市长饶颖凡表示 谢谢 大家好 我是蒙斯的饶颖凡 蒙斯的市长 今天很开心来到那个Mark Apple 那个high school 是因为那个华河服务中心 给到我们500针 都是给到12岁以上的人打的 那这一次就很开心 我们看到的话 很多是一家人一家人的来 因为有时候呢 小孩子有机会打的话呢 大人有一些有疑惑的一些大人 他们都一起打了 所以我们很高兴 有很多人就是已经预约买了500针 那今天呢 我听到也是很多好的 那个赞美的声音 对我们的蒙斯的那个警察啦 消防啦 我们的城市的市长啦 城市的manager啦 都觉得我们的那个服务 大家的团队服务很好 所以今天呢 我都是非常感谢大家的团队精神 阿罕布拉联合学区教育委员会主席 曾焕坚说 学区提供了场地 令学生能够接种疫苗 这样的话 学区才能够继续提供有质量的教育 好 中文字幕 李宗盛 We want to vaccinate all of our students and this is a great opportunity to partner up with Tranatown service center as well as the City of Monterey Park This has been a great partnership and since we have the vaccination and now that the 12 year old can get vaccinated it's been a really good opportunity for us to really be an active part in providing our sites 阿罕布拉联合学区教育总监贾拉米洛多次推动区内疫苗注射 他表示 我们已经有了解决定的方法 所以我们很期待要帮助我们的孩子们在学校团队 因为我们要他们在学校团队 我们要他们在学校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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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